镜中倒影 第一章 破碎的承诺 林又轩是一位富有魅力的青年 家世显赫 却也因为放荡不羁而名声不佳 他对一切都充满了玩世不公的态度 直到他遇见了苏婉 这位美丽的少女 苏婉出身名门 才华横溢 性格倔强 从未被任何人征服过 他们的相遇充满了火花 林又轩的挑衅与苏婉的冷漠 仿佛是火与冰的碰撞 激起了彼此内心的波澜 林又轩对苏婉的挑战与诱惑 让他在每一次冷漠中 都能感受到自己对他的吸引力 然而 这场激情肆意的追逐 最终却在一场误会中结束 苏婉被人陷害 陷入了一场涉及家族财产的谋杀案 林又轩本能的觉得苏婉是被冤屈的 但他却无法揭示真相 因为他发现自己陷入了比他想象中的更深的漩涡 第二章 阴谋与背叛 八年后 林又轩的生活已经完全改变 他的家族破产 他也因为卷入一系列的阴谋而不得不逃亡 这八年间 他经历了无数的挫折与痛苦 曾经的傲慢与玩世不公 已经被现实的残酷打磨得不堪一击 林又轩在一个寒冷的冬夜 重返城市中那座曾经熟悉的豪宅 这里已经变得荒废 昔日的辉煌只剩下记忆中的残影 他的心中充满了对苏婉的愧疚与痛苦 他希望能够找到当年事件的真相 为他冤屈的事实找到释放的契机 第三章 再度相遇 在一次秘密的调查中 林又轩意外的发现了苏婉的踪迹 他似乎隐性埋名 过着简朴的生活 林又轩暗中跟随他 直到有一天苏婉在镜子前的那一幕 让他心中一震 林又轩推开了苏婉所在的房间的门 那一刻 他的心跳加速 苏婉正站在镜子前 试图清理一些模糊的痕迹 林又轩看见他那熟悉的容颜 心中涌起了无数的情感波动 他冲上前 猛地扯住了苏婉的头发 将他按在镜子上 苏婉吃惊地回过头 眼中闪过一丝恐惧和困惑 林又轩的手背拍了拍 他因窒息而泛红的面颊 低沉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 看看你 除了这张脸 还有什么能跟他比 第四张 镜中的谜团 苏婉微微一顿 然后轻声说道 可是 他已经死了啊 林又轩的心中一震 他猛地放开苏婉 站在一旁 神情变得凝重 什么意思 他问道 声音中带着焦急和困惑 苏婉微微一笑 目光依旧锁定在镜子中 你还记得那个人吗 你爱过的人 他其实早已死去 那一切都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阴谋 林又轩的眉头紧皱 他感觉到整个世界在他面前崩溃 他一直以为苏婉因冤屈而被迫消失 却没想到他所面对的 是一个更大的谎言 第五张 真相的探索 林又轩和苏婉开始共同调查这个阴谋的真相 他们发现当年的事件中 背后有一个更强大的势力在操控着一切 那个势力的目的是摧毁苏婉的名誉 进而控制他家族的财产 林又轩与苏婉重新联手 经过了无数次的调查和对抗 他们揭露了这个阴谋的真相 那个人其实是苏婉的亲身兄弟 他被阴谋的力量所操控 才会做出如此背叛的行为 第六张 面对过去 在揭开真相的那一刻 林又轩和苏婉的心中充满了释放与解脱 虽然他们经历了无数的痛苦与挫折 但他们终于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苏婉与林又轩在一起面对过去的伤痛 两人都从中得到了成长 苏婉重新恢复了他的名誉 而林又轩也摆脱了过去的阴影 重新找回了自己的方向 第七章 新的开始 随着真相的揭露 苏婉的家族也恢复了以往的荣光 林又轩在处理完家族事物后 决定开展一项新的事业 这次他将把所有的精力投入到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上 苏婉与林又轩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更加深厚 他们在经历了重重困难后 彼此都理解了对方的真心 两人一起面对未来 共同追寻自己的梦想 尾声 静忠道影 是一个关于爱与背叛 真相与谎言的故事 林又轩与苏婉在面对困境时的坚持与勇气 让他们最终找到了自己的方向 这段故事告诉我们 无论面对什么样的挑战 只要心中有爱与信念 就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光明未来 优优独播剧场上